今天这个视频有点味道 先给你看这个画面 猜猜这是在哪呢 能猜到吗 它是美国退役驱逐舰 记得号的其中一个厕所 小时候我们都说排排座吃果果 在这儿就是排排座拉果果了 是不是很有画面感呢 如果再配上它的名字的话 就更有画面感了 因为在英文世界里面 head 头部 这个单词只要是上了军舰 指的就是厕所的意思了 我今天头部不太爽 其实指的可能是 今天我有点拉肚子 好吧 可为什么厕所要被叫做head呢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了 一路回到风帆时代 船上的厕所 应该说船员们所用的厕所 只能被设置在船头 我查了一下 总结起来有这么几个原因 那会儿呢 普通船员的活动空间 都集中在帆船的前部 尾甲板和船尾部分 都是留给军官们的 既然要方便嘛 就一定要找方便的地方嘛 那就各自在离自己 最近的地方解决咯 军官们可以在属于 自己的船舱里面 独自享受 但船员没有这个待遇 就只有找一个 最合适的公共空间了 那什么空间最合适呢 自然就是船头上 那个平台了 为了插上船手鞋围 风帆战舰的船头前面呢 还凸了一个平台出来 因为在任何时候 船头都是最容易 被迎面打来的海浪 清理干净的地方 所以这里呢 显然就是解决 个人问题的最佳场所了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啊 这是一座带了 冲水功能的焊侧 只不过冲水的时机呢 掌握在大自然的手里面而已 这样看起来啊 船员们的厕所 说不定比军官的厕所 还要干净卫生许多呢 然后就是第三个原因了 这里是下风处嘛 可以让从帆船尾部 吹过来的自然风呢 将一切污秽的气味吹出去 在即使没有冲水的情况下 也不至于相其思议 最后还有一点附加好处了 既然来势汹汹的海浪 能够扫平船头的一切 那万一此刻 真有运气不好的船员 在这里方便的话 岂不也一并被带到海里面去了吗 但至少 它是从船头落水的 咱们还是可以从船尾 将它救起来吗 而要是它蹲在船尾掉下去的话 就得要掉个头 才能救起它了 于是在军舰上 就总是要说 到前面方便 到前面方便 嫌烦了 干脆就简化为前面了 head便由子而来了 最后给你留一个问题 你看这一排板凳中间 有一个的颜色很特别 其他都是黑色的 它却是红色的 为什么呢 留言告诉我吧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